環保署举办新世界地球好伙伴青年环保沙龙以环保五国界为主题 邀请知名旅行作家谢哲卿分享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 2009年的你看这整个太子港 就是你刚看到同一个太子港 就是后来他们拍出来的 这个国家在这三个风灾里面造成了15万人的死亡 15万人非常的多 你在台湾我们在看新闻 有时候你看到说在南部或是在中部 可能有一个阿伯 他可能出去买菜 或是寻菜园的时候被洪水冲走 对我们台湾来讲这叫新闻了 可是当这个数字变成15万人的时候 他到底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谢哲卿透过亲身经历告诉与慧同学 环境保护重要性 也提醒应该要好好爱惜我们所处的环境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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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